我们来讲到这道题数字谜 一书读不怕多乘三 那么得到书读不怕多一之后 现在也就是说这道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书读不怕多 各表示的是一个数 不同的数 表示的是不同的数字 现在就是要你把这一个汉字表示什么数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从哪的下手 是不是各位 因为从各位乘起 我们来看三乘多要等于多少 一 各位上要是一的 马上三七 二十一往前面进了二 因此这个是七 接下来七减二等于五 那么三乘怕要等于多少五 各位上是五 因此这叠就是三五十五 往前面进一了 这个就是五 五五再减一等于四 那么三乘多少要等于多少四 A马上想到三乘八 三八 二十四往前面进了一 因此这个不得出来八 好八减二 那么就是六 那么读乘三要等于六 或是等于各位上是六的 就值得多少 二 因此二三得六 再加二 正好 八 A 读二 接下来没有往前面进略的 好 接下来三乘书 要等于二 各位上是二的 那么就只有四 三四十二往前面进了一 那么这个就是四 再检查一下一三得三 正好 加一 等于四